3月10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百个大世纪 你好我是侯佩斯 马上来看今天有哪些新闻 国家总机查司安比林 今天针对审查一码发展公司召开记者会 安比林指出 总机查署已经展开了审查程序 调查范围包括一码发展公司 例年所有账目资产债务管理程序等 如果有需要甚至还会传召首相纳吉 以协助调查 他透露已经会见一码发展公司的 首席执行员阿鲁尔干达 对方已经承诺会配合审查工作 无论如何安比林也表明 无法断定将在什么时候完成审查 因原认州议员涅兹病逝 而必须进行补选的吉安丹州 珍巴喀区州议席 今天早上顺利提名 初次上阵的伊斯兰党首土候选人 阿莫法汉将遇上四名独立人士围攻 让这场没有国阵参赞的竞选增添了看头 珍巴喀州议席补选的五名候选人 分别是伊党的阿莫法汉 独立人士华迪拉 伊杂布卡里 沙利夫马莫和阿斯拉 根据最新的选民册 珍巴喀有21,890位选民 比第13届全国大选的21,364 多了526人 而无议占了99.01% 这场补选的投票日将落在本月22号 你还记得三美兰州一名匪徒 年初六闯入新村民宅打抢 结果被务主父子制服后丧命的新闻吗 这对父子今天早上在林茂推示厅被控谋杀罪 家人因此感到震惊 反问怎么抗匪而滋味却换来谋杀指控 被告妻子今天与家人出庭听审时 着手还吸着绷带 据了解他在案发时遭匪徒砍伤口至今还没痊愈 父子两人被控抵触刑事法典302条文 在这项条文下一旦罪成 唯一的刑罚是死刑 来看体育新闻 大马语书一哥李宗伟的禁要听众会日期 终于有了定案 大马语总署理会长挪杂 今天在于总办公室证实 李宗伟禁要案件将在4月11号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听众会 如果有人嘲笑你长得丑 你会如何应对呢 北美洲一名4岁小女孩在学校被同学嘲笑 长得丑 她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以极致的回答 让对方瞬间沉默 女孩的母亲将女儿的回应拍成短片 定上载到Facebook 至今已经有71万人次收看 新闻的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小女孩到底怎样回答 需要客姿时刻的推幻 Deixa学下 能备用ього 进行 小女孩 只能够看看 小女孩 你是 reached 小女孩 对 高兴